嗨各位粉丝大家好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我们要带来一个很有趣的新的主题 就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所谓的断舍礼 那这次呢我邀请到了一个我身边中很重要的人 他就是我的姐姐叫梦姐 然后他其实他对这个断舍礼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部分 他是非常有新的甚至还要去上课 然后我想要说趁这个机会也带给大家去认识一下 这样子的议题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拍手哦 就是非常感谢宝可梦大大邀请我 对他现在已经是大大了不能再随便使唤他 然后我自己就是蛮喜欢断舍礼这个主题的 所以我其实自己也看了很多书 那我今天就带来了两本 如果稍微听过断舍礼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夏山英子跟这个 对不起我突然忘了他名字 看一下看一下 景藤玛丽慧 对这两个都是在日本 非常非常有名断舍礼的专家 然后他们也都算是有自己的流派这样子 那我其实也看了其他的书单太多 今天就没有带来 然后今年我也就是去上了那个有关断舍礼 还有居家整理的课 那这边不是要业配 但是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我去上了这种这个 诊疗师的初级认证课程 然后拿到了一个 证书 八个小时的证书 对 所以我想说我今天应该还是 稍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题 这样 好那我们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我们也有powerpoint生活中的断舍礼 然后第一个就是 诶为什么我们要做断舍礼 对啊 其实我大概想了主要有三点 那第一个就是要帮大家节省精力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一整天 你的时间有限 然后你可以专注的时间也有限 那所以呢 要是你拥有很多的东西 你有很多的物品你知道一个物品 除了物品本身以外 它其实还包括劳力 为什么说劳力呢 因为就是你需要花时间去维护这个物品 比如说你家里有电风扇好了 你也不可能说用了五年十年 你都不去清它 你一定还是要拿一个螺丝旗子 把它的那个外面的外壳转下来 然后里面的风扇转下来 然后拿去冲水什么 那如果你有一支电风扇的话 可能这个动作还好 但是如果你有五支电风扇 你就要花掉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清理这些东西 这个我真的有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我们彰化老家就是 呃因为是大家族 所以每一次就是换季的时候 比如说秋天换夏天或夏天换秋天 然后妈妈她都会叫我就是 诶家里面那些是我的电风扇车拿出去给我洗一下 结果我就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然后就洗了十台电风扇 你对妈妈就是辣烤人力 超多好不好 而且把它就是那个坏掉了 它根本就不拿去丢 然后你就是要坏不坏 然后因为要用不能用 然后你还要继续留着用 没办法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 除了东西本身以外 还有你要花的劳力 你要花的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 它还会占据你家里的空间 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说你是住在乡下的话 可能家里空间很大 但是如果你住在比如说台北啊 或者是高雄这样的一些城市的话 你家里的空间真的没有那么大 然后一瓶 一瓶那么贵 但是你去把这一瓶拿来堆放 你可能用不到 或者是你根本忘了它在那里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一个物品 真的不是只有物品本身 你买它之前要先考虑一下 你要花 除了花这个钱之外 你还要花你的力气 花你的时间去保养它 去照顾它 对 这样子 我想要顺便问姐姐一个问题 就是我姐大概 我上台北来 她第二次来我这边 然后第一次来就是 我们那时候还很节省 所以我还会就是煮菜 然后就是请姐姐吃这样子 那第二次来的话 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姐姐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房间 有囤积的现象吗 说老实话吗 我觉得有 都是书吧 应该是书吧 就是以前的话 我觉得以前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可能因为以前的房间也比较小一点 后来换到这个房间稍稍大一点 就会发现说 第一个书多了很多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 填充娃娃 可能是赠品之类的 我觉得目测看起来感觉是赠品 或是银行送的 对那所以像填充娃娃这样的东西就是 它的体积比较大 所以你很难不注意到它 对 然后它可能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 去 因为它可能会脏 会浸灰尘 你要花时间去去洗它 对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棘手 好 所以如果你们的生活里面 家里面有一些填充娃娃 你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会升灰尘 然后你要想办法去整理它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的问题啦 对 对 然后填充娃娃 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已经是 就是 你知道 脱离少女时代了 脱离少女时期了 所以处理填充娃娃 我觉得 蛮麻烦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要送到 一些玩具回收的机构 基本上他们都是不收填充娃娃的 对 所以在买填充娃娃之前 你可能要三思一下 是 那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 这个 这两个部分之外 还有第三个部分 是会特别注意什么吗 还是我们就先往下走 我觉得 哦 最后一个就是 其实 因为我们 空间 这个空间 其实应该要让 为人所利用 所以说呢 这个空间的余裕 应该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 而不是被物品堆满 对 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可能很喜欢买衣服 然后结果 床上都堆满了衣服 然后他要睡觉的时候 就要把衣服 从床上挪走 然后才能够 回去睡觉 那 这样子应该就是本末导致了 因为其实这个房间是 是你的 而不是衣服的 所以 应该要 就是 好好的想一想 该买什么不买什么 然后让这个空间 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让你自己可以利用 我觉得姐姐你在讲这件事 你会不会是讲我们弟弟啊 不是我 我们家有三兄 三姐弟 所以应该是讲我那个最小的弟弟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去他的房间了 所以我 所以有可能 如果是你 你最近还有进去他房间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 可是其实以前我自己也有一点这样的倾向 所以 所以 我后来就觉得再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才慢慢开始去了解断设理这个主题 好 那我们就往下走 来 这个 第一个讲到的是节省精力 那 我们这边的简报里面有跟大家讲到比较细节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你的物品就好像是你的 东西 你买了花钱买的东西 跟劳力 然后还有时间跟空间的成本其实都放在上面 所以 这其实 就是 啊 我还是必须讲一件事情 就好像说 这样讲可能会让银行觉得不开心 但是事实上 银行送给我们的银行 但是他会加了很多广告的银行 哇 我好想要 但是像你拿到之后 银行在家里面就把他堆着了 所以这就是 今天讲到这个物品的东西 它其实是会有很多层面的 这样对你去上去 今天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 对于物品 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你学习过这一阵套 也会断舍你之后 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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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並沒有想到那麼多活動 或者是說那我小小小的東西 東西就最難生難生之為止 所以那種的道路就是 你真的好好想想你需要什麼 然後去找到那個你自己生活習慣的原因 然後它也是好的 好用的 你可以用很久的 那家裡一個就夠了 那你擁有那一個 會讓你擁有那種幸福的感覺 所以你就不會再想去買其他東西來替換掉它 你家裡的東西就不會無限制的增生這樣子 這個會讓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像那個之前 像銀行不是都會送一些什麼 信用卡都送你新護理 那新護理可能就是一個旅行箱 天啊旅行箱就是一個超級 這種萬惡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一個空間超大 然後你就是會浪費你的資源 對不對 因為它的品質可能不是很好 因為銀行要節省成本 那你可能拿出去用個一兩次 它就壞掉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放在家裡面 它真的是很佔空間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物品的定義 可能就是還是需要有一點這種 比較清楚或比較明確的認知 不是說銀行送你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 或者是說你為了拿到這個東西 你就一定要去刷卡或怎麼樣 但事實上它最後送到你家 它是垃圾好嗎 我每次都是這樣就是 我們真的很難去 這是怎麼講的 就是說銀行需要我們的幫忙來幫忙推廣 可是它送的東西又是垃圾 那你不能講它是垃圾 對就是 唉我不要講什麼 就是大家要去找到 真的適合自己符合自己的物品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 某個銀行送的贈品是真的你需要的 那麼你去換或是去辦新卡去換 其實也無妨 對然後你家裡的空間其實也夠 那也還好 但是如果說你這類的東西真的已經太多了 比如說行李箱可能已經有三個了 那是每次出國都要帶不一樣的嗎 還是說你一年要出國很多次 可能它很容易壞什麼的 如果都沒有這些需求的話 就是要再思考一下 那你究竟需要幾個呢 其實事實上就是一個就夠了 我發覺還有一件事情超有趣的 就是說之前我記得三年前 開始有第一個記者在採訪我 他說他是總編的記者 然後他就問我說 報告夢我們可以去人家採訪嗎 因為你既然是信用卡達人 你有這麼多信用卡 你一定有一堆銀行的贈品 然後滿山滿谷都釋放 那我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 我都不能都選刷卡金好嗎 早就都花掉 我怎麼可能會 我身子 我家裡面怎麼可能會有10個旅行下 然後堆在那邊準備 被讓記者來採訪 不可能 或是一堆鍋子 我就是最不喜歡這種東西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對這種物品的想像 或者是說 對銀行的這種操作模式 可能都一些錯誤的想像 好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包括你這邊寫到說 捨雜物 然後讓空餘的這個空間 余裕來回到自己身上 這個我真的覺得 就是在台北真的是 我生活了這麼久 其實在台北租房子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便宜 那我是因為有比較好的運氣 所以我可以用比較低一點的價格 住在永和 但是如果像我要住在內湖 就是公司附近的話 那個一個月至少租套房 一個月至少都要一萬 一萬二以上 那都是我薪水的三分之一以上 對啊 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在 在外工作或求學 其實我們的空間真的很重要 不要一直都堆東西 對 我覺得應該是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點 對 沒錯 然後就是因為以前 以前我男朋友 以前是男朋友 但是先生 他以前住的套房也是 因為進去的玄關非常小 然後在那邊呢 又必須得放一個鞋櫃 所以 然後 莫名其妙 也不是莫名其妙 就會默默的在那邊 開始堆起了 一些紙袋啊 或者是 剛買回來還沒有拆的包裹 然後就會把那邊擠的 都是東西 然後你要開門的時候 就會非常難開 你就要很用力的 把那個門推開 然後才能夠走進套房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 每次進門 就會有一種 覺得很阿扎的感覺 對 可是這個是你一個下班休息回來 要住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我那個時候 有斷舍離的想法 我應該其實 就是 要 去把 那邊的東西 可能動線不對 你應該要挪走 或者是說 你買回來的包裹 其實立馬就要拆 你就是要打開看 裡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馬上就要用了 而不是 還丟在那裡沒拆 或者是說 拆了但是箱子還留在那裡 我覺得那些都是會造成你空間 沒有辦法好好利用的 一個 一個 一件事情這樣子 欸 講到這個 我發現 我忽然間聯想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 我們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國文老師 然後我之前就是 大學的時候跟老師非常好 所以我有去參訪到他 在這個台北的家這樣子 那我發現說 他有一個自己的更衣間 然後那個更衣間下面 就是一堆包裹 就是他買衣服 你知道那個完全沒有拆 我就想說 哇 這是怎樣子的人生 怎麼可以這樣就是 去百貨公司買了衣服 但是都不拆 就是放著 就一袋一袋放著 然後都完全沒有想要拆空了 我想說 這到底是怎樣子的人生 可是 事實上不應該要這樣對不對 就是我們 買了東西 就代表我們喜歡它 那應該要把它拆開 並且整理起來 而不是把它堆的整個空間 通通都是 袋子 哈哈哈哈 這實在太誇張了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我們的主題 下一個主題是這個金錢 欸 真的欸 講到這個物品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 現在在台北生活巨大不易 薪水又那麼少 然後 你就出去買東西 就是要花錢啊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用斷捨離的方式 其實可以為我們 相當處 省下一些金錢的部分 對 姐姐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呃 其實就是因為你斷捨離之後 或者是你 你做過一陣子的斷捨離之後 你就會對你自己的物品的數量 你比較了解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也會比較知道 你自己適合什麼東西 你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 你就會去買那個你需要的 你就不會再被 其他不需要的東西誘惑走 因為有可能你今天就是 想說 你要買一雙鞋子 但是到了店裡面之後 你就想說 欸 這些衣服好像新上架看起來不錯 那也帶件走吧 你就買了一個 本來不在你計畫裡面的東西 對 但是斷捨離之後 你就會很清楚說 我今天就是要來 只做這件事情 只買這個東西 沒有要順便帶走什麼 任何其他的 對 然後再來我說到就是 你很清楚 你的物品的總量 所以你不會再重複購買 比如說你家裡可能其實 已經有 你已經買了三四罐沐浴乳了 但是你到去城市的時候 你就看到 欸 家裡好像還缺 因為你其實不清楚 你不清楚你到底 囤了多少東西 然後你就會想再買 或者是說 你囤的那些東西 分散在家裡的各個地方 然後 你不知道 你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又重複購買 所以有的人家裡可能就會有 十把的指甲尖 然後 可能還會有 比如說 杯子 非常非常多 各種各樣不同的杯子 對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說 你現在就是不要離開電腦前面 你想想你有 幾把剪刀 你有幾個指甲剪 然後你想一想 你囤的那些東西 你真的都知道他們在哪裡嗎 欸 我說到這個 我就真的覺得有很深刻印象 就是我 因為我之前很喜歡買書 然後 我買了一本書之後 因為我童子可能會買兩三本 然後那本我就先放著 我就說 欸 下次有時間再看 就我 我現在只有這間書店 我剛好又買一模一樣的書 然後我就有兩本 你知道 我就說 欸為什麼會有兩本這樣的書 我就覺得這次還蠻糟糕 因為 我覺得我應該也犯了一樣錯誤 就是說 我根本就不清楚 我自己到底買了什麼書 我看了沒 所以後來怎麼會買到重複的書 這不是被書商賺到嗎 那不應該是這樣的 對 所以就是其實斷舍離 就是 鏡藤馬里會 那個流派 他就講說 你其實應該只要留下 可以讓你怦然心動的東西 所以你 同樣的一樣 就是如果說你去書店 看書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買 你覺得近期內 最需要 以及你最想知道的一些 哪些方面的觀念的那一本書 你就買那一本 回來就好 那你在旁邊看到一些 有的沒的 想說 欸這個可能以後會有興趣 以後會有時間看 相信我你絕對沒有時間看 對 所以倒不如你就只買一本 然後專心的 很快的把這些看完 然後你再去買 你再去書店買 或是你上網買 因為現在伯克萊好像 就是只要買350塊 還是300多塊 他其實就可以送到 送到便利商店 所以其實大概也是一本書的價錢 那你也不用跑書店 你就上網買 一本一本的買 其實也沒有關係 好 所以節省金錢呢 就是我們這個POW要講的 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第三個部分是節省時間 欸時間真的很重要欸 那到底有沒有哪些主則 就是姊姊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嗎 就是其實這些原則呢 如果說你要 就是細分之下三個 三個斷捨離的好處 但是你也其實可以全部把它們合起來說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節省時間 就是因為 你已經知道你物品的總量 然後你已經知道 你比較適合什麼東西 你需要什麼東西 所以你去進去商店的時候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那裡挑挑選選 你可以馬上的走到 你需要的那一區的物品前面 然後拿了你習慣用的 你常用的 你覺得好用的東西 走了就結帳 所以你進去再出來 可能就五分鐘不到 很快就可以結束 但是有的人可能是 會進去裡面 然後你其實根本沒有想要買什麼 你只是想說走進去逛逛 然後逛逛逛就一個鐘頭過去了 然後出來的時候 然後也買了一大包東西 對很可能看到 好啦又得用去城市做例子 很可能看到他今天美妝八八折 你就不小心腦波弱就買了很多 然後看到什麼買一送一也就買了 那可是你真的又忘了 你家裡其實也已經囤了一樣的東西 也是上一次買一送一的時候 哈哈哈哈 結果買一送一買的都沒有在用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像我們小時候 就是姐姐你是應該是高中 我可能是國中那時候 不是圓林開了大部分法嗎 然後大家就是會一起開車 就是一起去嘛 然後媽都很不喜歡我們去 為什麼 因為每次就是我們大家拿了三四千塊 然後抓到他付錢 他就非常的不開心 然後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去買的時候 都是漫無目的 沒有說我們一定要買什麼 所以去的就是小孩子喜歡什麼 就看了就抓就看了就抓 所以很容易就是一車子就買了 然後出去就四五千塊錢 然後跟媽媽出錢 所以媽媽後來她都不願意跟我們去 因為她不想出錢 對 所以就是養三個小孩 真的成本也蠻大的 對 所以後來我 像我自己現在 已經變成在家裡面的經濟支柱之後 那我就是會帶他們一起去買 那因為就是主客異位了 所以現在就不一樣了 就是我都會跟爸媽講說 我們現在要缺什麼 在出發之前在家裡面 就都寫好了 然後缺的話就是一個一個買 如果我們到了家樂福 然後她發現說 這個不是我們清單上面列的 但她想要 我就會問清楚說 為什麼會想要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當初沒有想到 這真的是需要的嗎 然後再經過討論一下 可能就不需要了 就不會亂買了 所以後來我們都是做精準的購買 然後時間很快就是 欸拿完 我們就立即沒有辦法就出去了 我們就不會在那邊說 東挑西簡等來等去想說 欸這個也不錯那個也來比 沒有我們都想好了 所以很快的時間就買完 然後就出去 然後其實也不會花太多錢 對 對我覺得 因為以前可能也不知道 有斷捨離這樣的觀念 所以呢 就會把逛賣場當成是休閒活動 所以其實真的 千萬不要把逛街當成一個休閒活動 你會花去很多的時間還有金錢 對然後 所以我覺得 現在好像變成你是爸媽 然後爸媽變成小孩 但是也蠻不錯 就可以帶給長輩一些 新的觀念這樣子 因為現在出錢就是我了嘛 所以沒辦法 出錢 沒有辦法 好啦 我們這次的節目會分 就是上下兩集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是跟大家聊 這個斷捨離的 就主要的三個概念 那也希望大家對今天這個內容 有就是非常多的收穫 我們會在下一集的內容 來教大家如何正確的斷捨離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旁邊的小鈴鐺要打開 這樣子最新的消息 才會立馬通知到你家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不錯的話 歡迎你趕快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加入我們斷捨離的行業 好嗎 我是寶可夢 這是我姐姐 這個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